歡迎收看今天的網絡熱話 疫苗通行證昨天開始生效 市民需要掃描安心出行 及接種第一針疫苗才可以再入商場 百貨公司等等 有網民在日前已經發現 青衣商場的柱上 有工作人員張貼了一張 安心出行的巨型二維碼 但青衣街坊當晚表示 這個巨型二維碼很快就被人拆走了 一起看看是甚麼事 有網民在討論區分享了這張照片 有工人在青衣商場的柱上 張貼了一張大概兩米的安心出行巨型二維碼 讓市民從很遠的地方便可以掃碼 不用聚集在一起掃曲 他更加留言指青衣出現了特大的打卡點 網民看見Post之後 就紛紛留言有網民認為 張貼大型QR code的作用不大 倒不如多做幾張到處放好 比做這麼大張 這麼大張更難掃 也有人笑言 這個可能是最潮的藝術作品 有網民分享指 青衣城除了張貼大型QR code之外 其實其他位置在不同的出入口都放置了多個告示牌和電子納牌 供市民掃曲 但有青衣的街坊前天晚上在Facebook群組發現 大概晚上10點多的時候 這個大型QR code已經被人拆走了 不見蹤影 只剩下6張小幅的二維碼 並排地貼在柱上 似乎商場都認同網民 認為多做幾張到處放好 比做這麼大張QR code 第五波疫情停不了 市民就覺出其謀 自製不同的防疫裝備免受病毒感染 有網民目擊到一名男子 用疑似扭彈機的外殼套著頭 推著手推車在衍生超級市場 引起了一眾網民的熱烈討論 有人笑稱這個堪稱是最強的防疫裝備 日前有網民在討論區發文說 看到一個男子戴了一個口罩 在一間超級市場裏面 上身套著一個疑似扭彈機外殼 懷疑充當面罩作為保護 另外用透明的膠袋包著全身 穿了防滑膠箱 在收銀桌前面搭著一輛手推車 不少網民留言 笑指這位男子伸穿了最強的防疫裝備 還有人問有沒有工程師 可以解架這件裝備的組成零件 看上去真是很刺激 還有人說緊急情況真的需要用到的 也有網民認為這個男子純粹是貪玩 Cosplay 估計拍完照後便會脫下裝備 當大家對病毒處處戒備的時候 有人竟然拿快速檢測結果來開玩笑 引起了公憤 日前有名健身教練 在網上分享了一張快速測試 成陽性的照片 其後再貼出了一張出外食日式放題的照片 更清 Less Spread Positivity 即是將陽性正能量傳開 他們用了英文一語相關 既是陽性的意思 亦是正能量 一正一反 令網民極度憤怒 因為自稱健身教練的男子 在Instagram上即時動態 分享了這張快速測試成陽性的照片 更加就說 這個是不是一個新趨勢 這名男子 分享完這個快速檢測成陽性的照片 之後很快又分享了一個去銅鑼灣日式放題 餐廳用餐的照片 然後就說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新冠病毒晚餐 要大家保持這個正能量 然後又寫說 要將這個正能量傳開 正能量 英文裡面一語相關 其實是陽性的意思 即是快速檢測成陽性 鐵文垂直引起一眾網民熱烈討論 網民斥責這位男子極度無品 網民立即發現 他這個快速陽性檢測 檢測照片屬於商台903某個DJ 早前上載的確診照片 其實不是攝氏男子所拍攝的 攝氏男子其後就是IG動態分享澄清說 分享快速檢測照片的目的 是想問一下大家 結果成陽性是否新趨勢 又說強調的照片 不是他本人拍攝的 至於有關放題的照片 都是他去年12月拍攝的 並解釋從2月份開始 就沒有出去吃過晚飯了 所以呼籲曾經到訪 這個餐廳的人不用那麼驚慌 不過這位攝氏男子要澄清 依然無法平息網民的怒火 更加引起了大家的憤怒 因為他說謊 網民紛紛批評此舉 會引起大眾恐慌 有人說就算不是他自己中 但他這樣寫都是煽動別人去做壞事 有些人就說 去了放題的人真是心心嚇死 所以都說大家千萬不要再搞搞震 拿新冠病毒來講笑 做些損人不利己的事 疫情之下不少公司都會安排 僱員在家工作 介意減低感染的風險 日前一名港巴 在討論區就說 兒子在家工作之後都遇到兩個人 爭執會變多 但沒想到日前居然聽到 兒子向媽媽投訴 就說爸爸在疫情之下經常外出吃飯 又批評他在家好食懶做 港巴聽到之後不禁大嘆 沒有了尊嚴 這名港巴在討論區的泛民就說 兒子本月開始在家工作 已經預見大家見面的時間 肯定多了會令到爭執變多 所以兒子的工作 而且兒子的工作經常要開會 所以這位爸爸大多數 都留在房間裡不敢出廳 由於疫情關係 爸爸未能 買菜之外 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裡 他就說睡下午休息一下 這位港巴透露 日前聽到兒子向媽媽投訴 說爸爸在疫情期間經常外出吃飯 問他為何不叫外賣 還批評他好食懶飛 說不在家工作 就不知道爸爸原來生活那麼頹廢 只是懂得吃和睡 家裡的東西不幫忙處理 更投訴爸爸避寒聲太大 騷擾他工作 影響他開會做事 這位港巴直言 現時疫情嚴峻 沒辦法出去見朋友已經很難過 出去又被你說我出去 我在家裡沒事做 睡覺而已都被他投訴 父子關係真是甘非識比 他就說明明兒子小時候很黏我 很聽話 為何現在每樣東西都要針對我 而老婆聽到兒子投訴之後 也不幫爸爸 令到廣巴更加感動無奈 他大聲就說 去吃飯見客人有什麼問題 自己好像沒有專業在家裡生活 鐵文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有網民認為 港巴的行為其實並沒有不妥 有人就說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養到他這麼大 他這麼大個人還要住你家屋不搬走 還要這麼沒禮貌撈長輩 有人都說 你兒子這麼大個人有本事 自己搬出去住 不用他給家務就算了 也有網民建議港巴可以幫忙做家務 在家裡幫忙做家務 就應該應付 應該會少些不滿 有人說 不是叫你出街 是叫你在家裡幫忙清潔 打掃、收衣服等等 不要讓兒子和媽媽做完 疫情之下當然無奈 都是困在家裡 只要互相遷就 有空多幫忙 相信就會少些咬叫 對方是可以的 關於英國科學家 關於著名英國科學家 牛頓和蘋果樹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應該耳熟能長 全樹 由於看到蘋果蟲樹 還摔下來 產生有關萬有引力的靈感 而這棵蘋果樹 亦因此聲明大躁 不過最近有著名的牛敦蘋果樹 是因為風暴UNIS而連根拔起 幸運系科學家早已準備好應對方式 令牛敦蘋果樹不至於地球上消失 據外媒報道,超強風暴UNIS集捲歐洲 造成至少16個人死亡 而在英國境內的災情更加相當慘重 連位於劍橋大學植物園當中 當年窄倒牛敦的著名蘋果樹 都慘遭連根拔起 所幸的是科學家早有準備 在之前已經利用了架接的方式 保存了原本樹木的血脈 將原本那棵蘋果樹 複製到新生的樹苗上 而在這次風暴當中 慘遭破壞的蘋果樹 其實都不是當年結出窄倒牛敦 那棵蘋果原來的樹 而是原本那棵蘋果樹的複製版 在1954年被種在劍橋大學植物園當中 至今已經長大了68年的歷史 當今的科學真的昌明 樹都可以用到這種方法延續生命 不知道人類之後可不可以這樣 近日有巴西有一隻寵物狗 居然因為全身掌滿刺 和全身掌滿刺的箭豬打架 結果加到周身傷 面上還刺滿了尖刺 主人看見都相當之心痛 由於主人沒有錢送他去看手衣 接受治療 唯有上網求助 據外媒報導 最近巴西聖保羅市有一位狗主 一教訓發現自己的家 名為雷神的愛犬 居然全身都是刺 才發現他竟然找戰豬打架 由狗主分享的照片 可以見到一隻啡色狗仔的尾巴 嘴巴前額和鼻耳 和大腿上 都刺滿了數百條 黃色的尖刺 橙不引導 不過狗主沒有辦法自行 幫他除去 由於狗主還仍然在待業的狀態 沒有錢送狗狗去接受獸醫治療 只好上網求助 幸好聖保羅市議員 Jose關注到這件事 Jose將受傷狗仔 帶到獸醫診所接受治療 並代替主人支付醫療費 而目前狗仔全身的刺 都已經去除了 已經回到家裡休養 看到這張照片都覺得痛 希望雷神快點康復 不要再出來撩膠打了 今天的網絡意外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